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且已经请了相关的人员 这个主要小组主要的工作是就各界有关的疑虑 疑问和质疑的部分 经过整理和讨论之后呢 会交给法务部和经管会 来就这些疑虑的部分呢 来要求进一步的做调查和厘清 这个部分我想主要最主要的就是赵宗有没有自己人查自己人员 或者是现在的许董事长 许方许董事长 他去美国是不是自己查自己的问题 那这个部分我要特别说明 就是现在赵宗我们的调查是包含 有法务部的调查以及经管会的调查 是多元的在进行 并不是靠赵宗自己来查他自己的人员 那么至于许董事长 这次会去美国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美国的裁罚这个案件是 州的经检单位裁罚 那么接下来之后呢 还有很多后续的问题 以及需要跟当地的主管机关做说明和报告的部分 那么等到这些危机处理告一段落之后呢 我们会就经管会所调查的行政责任 以及相关事实呢 我们会做统一的这个检讨检视 然后相关的人员的责任和需要处理的部分 我们大约会在两到三个礼拜之内 我们会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决定